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新版战斗机的改装思路 首先在版本更新之后 我们的引擎变贵了 所以现在就不考虑这个双引擎了 这样能极大的压缩我们的造架 我们选择最好的单引擎 然后在有限的推力之下 叠我们的这个对空攻击 并且叠对空攻击的时候 尽量少减这个机动啊 保持我们的高机动 并且优先保证我们有高的空中防御 所以这两个装甲板肯定是要上的 然后这个轻机枪防御炮 主要是最后把这些点完之后 还剩一点这个重量啊 所以我们必须保证所有推力用完 所以这个重量就不给它节省了 这边我们上这些机炮的思路还是堆料啊 就是做我们的水桶机 这样就能做出这种又便宜啊 数值又高的 也不玩什么花的就硬做水桶机就行了 这样我们在44块的造价之下就已经能保证 60多的机动 然后56对空 19的防御 还是非常赚的 而且这个版本速度也挺重要 所以大家注意不要把这些数值弄的太低 关于禁锯支援机 我们也是同样的思路啊 就是用一颗最好的这个引擎 保证我们有最大的推力 30 然后在30推力的基础上 我们开始塞最好的对地装备 这个是反坦克机炮2 需要我们研究反坦克科技的 然后再带上两个小型炸弹舱 全赛完之后 我们还是有一点运输重量的 所以这边可以放一个俯冲减速版 它能让我们在这个密接支援任务的时候 多四点防御啊 然后我看这个夏洛特大佬的设计里面 还是加了一个这个 可抛弃式附邮箱啊 这个会让我们的飞机贵两块钱 但是能多300的这个作战半径 这个还是不错的 反正大家想怎么设计 就按这个思路来就可以了 我基本上也都是看这个夏洛特大佬的 这个设计来模仿的 好 我们今天来测试一下新版本的飞机 为了给自己上点强度啊 我们选择给这个得意加五 之前总有人想让我出这个新版本的飞机攻略 我是不太想出的 因为蠢驴的DLC发布之后 基本上前五个版本都是测试版 我现在帮他测试出最佳数据 结果就是他一刀给我砍没了 在上一次DLC更新的时候 我是深有体会啊 我帮他测试出了一些很强的摩托师 或者一些比较逆天的什么超重坦间 或者什么中坦自火师啊 结果全给我削没了 这个版本也是一样的 DLC刚更新不到一个星期就连续两次大更新 直接把这个飞机的引擎给砍废了 之前飞机的引擎价格差不多的 现在直接价格飙升啊 我们连多引擎的飞机都造不起了 所以说这次攻略仅供参考啊 我也是综合了很多人写的攻略来思考的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 我们这局主玩飞机 所以这局就乘靠飞机来打输出了 这边飞机的国策我们肯定都是要优先点的 而且苏联这边有一个合并航空工厂的国策 能给我们这个制造商再加一点buff 还是挺赚的 所以最好优先点飞机的国策 其他陆军相关的国策我们就放到后面了 这局为了公平起见 我就不像以前一样玩那么赖了 我们直接就打一个土耳其吧 要是按以前这种玩法 我肯定是会先去打日本的 把这个debuff削一削 这局就算了 太局先给这个艾塞派两个师恶心一下意大利啊 好像艾塞只要吞得够久 这个同盟国就会拉艾塞进场啊 只能说这个艾塞相当不给力 虽然我能在这边无限恶心意大利人 但是他这个南边基本上是跟弃手了一样 这个版本降还是挺好刷的 我们就在艾塞放了两个3D师 就可以刷四个特质了 如果我们能放在沙漠里面 能刷的就更多了 这边土耳其想要这个博斯福鲁斯的控制权啊 他为日后我们宣战他埋下了货根 我们最快速度点完内务部优先之后 就是正当化土耳其了 只要120天 讲经典的一串二啊 到这个36年的8月 我们终于存够了这个 开战时经济的战争支持度啊 我们直接改成战时经济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快正当化好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登陆的部队先安排 这个版本苏联开局 只有战术轰炸机和这个战斗机啊 我们直接抢这个土耳其的制空就可以了 好到了8月17号 我们就可以直接对这个土耳其宣战了 目前我们这两个师在 艾塞奥比亚已经扛了够久了 到现在意大利都没能突破奥萨这一条线 我们这个将领都快刷成神将了 只能说这个版本 艾塞这个战争学院算是扩编了 我们刷的更舒服了 关于西班牙的话 我们待会儿把土耳其料理完之后 再来拯救他 这边直接宣战即可 我不知道这个国际联盟的终结 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只能说啊 公然嘲笑 好这样我们所有部队就全出去了 可以看到土耳其还是每个港口都放兵的 我们只能强行登陆 这个港口没放 那算是他的失误 然后后续的部队就可以一起过来了 也没必要全家都过来吧 随便来点诗就够了 目前应该还是随便打的 看一下补给情况啊 这边补给一般般 把所有部队合并一下即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议想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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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然我们很快解决了土耳其 但是损失还是挺大的 我在保护运输船的时候 不小心击沉了土耳其的主力舰 老实我们好像少吃了几个 土耳其的舰队 这个版本我们就没有必要 专门把AI吃的指示人沿海的这一条线 现在直接傀儡也是能拿到工厂 所以非常方便 我们直接把所有能傀儡的工厂全拿到手 然后再放这个傀儡国 先把海军也吃到手 这边可以先把库尔德放出来 反正这个AI也不会管自己内部判断 我们不如帮他体面 好这样子就完成了 我们通过傀儡这个土耳其 拿到了六个民用工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如何吃地 我知道这个罗马尼亚管不住这个 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啊 我们就先替他 收着 等他能有能力管理的时候我再还给他 这块地我就先吃到手了 然后就是放傀儡国 这边可以放三个出来 乌克兰也可以放 不过没必要我们就放一个摩尔多 再放一个罗马尼亚就可以 然后就是傀儡的工厂全部拿下 再拿下他的舰队 这局因为主完飞机 所以我们只要走 那么短一条线就可以了 其他地区我们都放成傀儡国啊 所以我们正面需要的部队大概只要 48到72个吃就够了 我们其余多余的部队就直接全删了 不过删之前我们还是得先把这个主力师 派到西班牙去 这个版本我们派部队是有说法的 我们要优先派这种有奖章的部队去锻炼 这样他们就能拿更多的奖章了 这个新版本设计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们这边只有战斗机和战术轰炸机 我们各派100架过来 然后给他分开来 这样的话我们部队就又全过来了 家里面剩余的飞机 全部收为库里面 虽然损失点经验但是无伤大雅 前期都是玩具飞机 我们全部损坏了都无所谓的 然后前线的机场瞬间就爆满 放脸到别的机场去 因为之前点了刺刀之风 所以我们直接 改这种 42宽的步兵师出来刷经验即可 关于这个特质方面我这局就不 专门去刷了 因为我们这个打AI随便打也能赢 没必要全刷成神将 这个息供确实有点菜 我必须得换点步步号师出来 给对手上上强度了 不然再这样下去我连志愿军都没法刷了 这个版本我们需要提前研究这个反坦核炮 不然待会我们的这个近地飞机是没办法 装这个对地伤害比较高的装备 便宜中防空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应该都会改啊 7块7一辆 我们主力步兵师就全靠他来混金盾 在我们不懈帮忙之下总算是把这个西贡打赢了 这局也没怎么去抢勋章 这边我们准时派出兵搞刺客 这个拖老头专属 好我们一直 薅这个 西班牙国薅到了38年9月 还是没控制住直接把他给 打赢了 接下来我们就在家里面自闭发展就可以了 打赢的好处就是 西班牙必然会成为我们的傀儡国 这个傀儡国只是普通傀儡国 所以用处不大 我们可以想办法降一下他的自制度 比如送点船送点什么不要的东西之类的 不过感觉不是很赚 我们志愿军回家 最后就放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可以恶心一下日本 到了这个38年底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拿这个飞机卡 为了尽早研究出来 这局我们这个 SATIN还是挺给力的 39年3月就把这个托斯基给带走了 据说这个托斯基躲在墨西哥远程 操控这个苏联的什么恐怖中心反苏中心啊 不把他带走 我这稳定度还真上不来 新版本属实有点逆天啊 才发现这个意大利还在和埃塞俄比亚打 只不过埃塞俄比亚投降了 但是英法没有 进战争啊 也就是他一直处于这个战争状态 不过就算这样他还是 满支持度满稳定度啊 非常的奇怪 这边先签一首条约 签完条约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 打一下这个 芬兰了 还是老样子啊 为了防止宝独我们先骗一下宝 应该是能骗到的 骗不到就算了 好 这边德国对波兰宣战了 我们也对这个芬兰宣个战 反正就是刷经验 也不用打多认真 这边国策点完了 我们可以开始研究这个最新型号的轻型飞机啊 他只有75%的加成卡 这个研究好正好和我们这几个引擎机炮一起研究好了 应该是差不多的时间 这边 这边我们是上了这个米高阳的设计局 然后 在这个 军官团里面选择了 这个 飞机的这个加速啊 一定要选这个加速 这样能快一点 这个时间点我们差不多就可以开始建这个军工了 军工铺在哪 无所谓 反正 铺在60%的地区比较好吧 正好配合我们待会这个飞机 研究好 开始造 我这个时间点可能快了也可能慢 大家不要以我这个为主 最好是39年中旬就研究出来我这个都是 慢节奏的 这边 同盟国根本不保读的那我们直接宣战啊 先把这两家一起打了 然后 再是这个 立陶宛的问题 立陶宛竟然被法国保足了 那我们可以选择不打 反正我要拿他做空气墙的 之前没怎么操作啊 导致现在部队基本上都被围了 所以我们只能手操一下把这个芬兰消灭了 也可以选择 不需要整个芬兰 但是这个版本还是吃的比较好 芬兰最不投药的结果就是被我们吃干抹尽啊 我们还是直接吃工厂 不知道这个卡雷利亚共和国是怎么回事啊 反正这边我们都没核心 所以我自己吃了也没有意义啊 我们可以先搞一个这个卡雷利亚共和国玩玩 然后这边地就全吃完了 还可以再吃点这个船 好这样就吃干抹尽了 这个批射也是挺搞的 本来这两块地是这个 苏芬条约上面争议的地块 结果他这边直接给他弄了个核心 搞了个卡雷利亚共和国出来 这我是没想到的 我无所谓 反正我们没核心 下来就是剩下的这几家了 不过我主要是拿他们来刷这研子 所以要求也不高 好到这个39年底我们的飞机可算是研究好了 现在就可以开始改装了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新版战斗机的改装思路 首先在版本更新之后 我们的引擎变贵了 所以现在就不考虑这个双引擎了 这样能极大的压缩我们的造价 我们选择最好的单引擎 然后在有限的推力之下 叠我们的这个对空攻击 并且叠对空攻击的时候 尽量少减这个机动啊 保持我们的高机动 并且优先保证我们有高的空中防御 所以这两个装甲板肯定是要上的 然后这个轻机枪防御炮打 主要是最后把这些点完之后还剩一点这个重量啊 所以我们 必须保证所有推力用完 所以这个重量就不给它节省了 这边我们上这些机炮的思路还是堆料啊 就是做我们的水桶机 这样就能做出这种又便宜啊 数值又高的 也不玩什么花的就硬做水桶机就行了 这样我们在44块的造价之下就已经能保证 60多的机动 然后56对空 19的防御 还是非常赚的 而且这个版本速度也挺重要的 所以大家注意不要把这些数值弄得太低 关于近距制炎机 我们也是同样的思路啊 就是用一颗最好的 这个引擎 保证我们有最大的推力30 然后在30推力的基础上我们开始塞最好的对地装备 这个是反坦克机炮2 需要我们研究反坦克科技的 然后再 带上两个小型炸弹舱 全赛完之后我们还是有一点运输重量的 所以这边可以放一个俯充减速版 还能让我们在这个密接支援任务的时候多死点防御啊 然后我看这个 夏洛特大佬的设计里面 还是加了一个这个 可抛弃式附油箱啊 这个会让我们的飞机贵2块钱 但是能多300的这个作战 半径这个还是不错的 反正大家想怎么设计 就按这个思路来就可以了 我基本上也都是看这个夏洛特大佬的这个设计来模仿的 只是希望这个批设后面不要再乱改了 因为他这个改来改去都是治标不治本啊 因为飞机最大的问题不是他发动机太贵或者太便宜 而是他这个机壳太贵了 这个新版本日本想造那种樱花 自杀飞机 都非常的贵因为他光机壳就20多块钱 我还要再给这个自杀飞机塞一个引擎 导致我一个自杀机要30块钱就离谱 好我们这个部队在这边放了这么久总算是挫败了这个日军的计划 其实这个35%和拿陆军经验都差不多 大家也不必非要在这边放 这我是没想到的 我在这边看地图呢突然发现我下面这个土耳其变成帝国 他这个还能变的呀 直接变成法西斯主义了我是没想到的 带我眼皮自己变深了 这个国策越来越离谱了 你有多久没换枕头了 前段时间我一直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睡不着睡眠质量还差 早上起来总是感到很累 直到换上神器小鹿的工学枕 我才知道原来一个枕头也会对睡眠影响这么大 每天对着电脑脖子硬邦邦 躺在已经睡他没有支撑力的枕头上 不仅得不到休息反而还伤害颈椎 而且男生嘛 可能枕头睡到发疯发硬都没想到要换 人一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觉 选一个质量好又舒适的枕头真的蛮重要的 第一次用记忆棉枕头还挺新奇的 用力按下去会慢慢的弹起来 躺着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有向上的力 像是真的沉浸在厚厚的云里 满满的安全感 身体的设计和这种普通枕头正好相反 中间凹四周高 可以牢牢偷住脖子 无论怎么翻身 你的脑袋都稳稳 不容易落枕 侧膛也一点被压肩膀 第二天醒来 总结就从来没有这么放松的 晚上打呼噜都少 最长时间对着电脑工作 低头学习的人来说 无特的中空留摆加延长枕时 可以更好的拉伸脖脚 完解肌肉压力 针对不同人的睡眠习惯 高低养面可以自由选择 这个透气三明治网面料 大天睡也一点都不闷热 还可以拆洗干净又卫生 送你也健康有面 送对象的话 他们家还有可爱的 明朵枕和柠檬枕 也是分区的设计 和商务battle来自有优惠券 放在评论区 祝大家都能睡个好觉